好莱坞剧情斯嘉丽·约翰逊主演的电影《宫壳特工队》 据爆料拍摄地就在香港九龙游马地 她在其中饰演日本著名动漫作品《激动队少校》 草剃素子一绝 被暗杀反政府黑客笑脸男 直送对方到香港 虽出船只会找替身去拍 但原来斯嘉丽也亲身到了香港 为了不让拍摄曝光 工作人员大为紧张 阻止旁观人士拍摄 而导演鲁伯特·山德斯在现场很细心的跟演员沟通 丹麦籍男主角也以白发造型在场拍摄 寻穿片中服装的斯嘉丽·约翰逊 在上午十点半现身 造型跟早前流出的剧照一样 也是春色起头帘 装扮似亚异 她和男主角在后相对戏 每拍完一个镜头就回去帐篷休息 偶尔会使用替身 为他拍一些背后的镜头 攻克机动队不同于日本动画电影 大多数改编次动画剧集的做法 属于直接将漫画改编成电影 据悉 此次战人电影分拍版定档2017年北美上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